我看他表明胜 都表現了 感覺很欺負你 我那一本 你還在想過 他在推車 感到真的 我娘娘剛好 跟你撞掉了 冷朝日鳳眼神效忠帶刀 藝人張家瑋在本土劇 飾演反派角色 一下假冒身份 一下陷害孕婦 讓觀眾恨得牙癢癢 還有人氣到說 要把他下架 有網友的討論 那也代表著 製作單位 他們在選擇配角的 這個決策呢 是精確的 之前就有遇過 粉絲會說 張家瑋本人做了多少壞事 所以他只能演這樣的角色 真的不要牽制於本人 然後罵到我的全家人 演技好到氣壞眾人 還有不少粉絲入戲太深 讓他好無奈 其實為了節目和戲劇 張家瑋一直勇於嘗試 吊鋼絲練特技舞蹈 什麼都來 就連參加外景節目也很賣力 一不小心還曾曬出 泳衣痕跡 那時候我們去那個偏向小學 然後跟小朋友一起學衝浪 就玩得無意樂乎 結果回到回到家之後 整個就是全身曬傷 重點還有那個就是泳妝的痕跡 節目拍攝外出機會多 皮膚容易碰到狀況 張家瑋保養也很有一套 我把我自己當成產品在經營 所以就是任何地方就會層層的去把關 有研究過就是譬如說像玉米啊 它也可以美白 杏仁也可以美白 然後或者是吃像保健食品 保持美麗又專業 張家瑋不敢鬆懈繼續拼演藝事業 民視新聞陳冠達成軟禮 和陪伯報道